在美国的三位一体和力量之中,弹道导弹和潜艇是最强大的分支。 二亥二级弹道导弹和潜艇原本计划建造24艘,但最终仅建造18艘,其中有4艘还被改装为巡航导弹和潜艇。 剩下的14艘二亥二级弹道导弹和潜艇,每艘潜艇可搭载24枚三叉截A5型潜射导弹,每枚导弹最多可配备12枚W-76或W-88型战略核弹头。 因此从理论上讲,如果美国所有的二亥二级战略和潜艇满配核弹头,那腰这个基数是非常庞大的,它们总共可以搭载4032枚。 然而实际上不应当这要算,其实美国所有二亥二级弹道导弹和潜艇,目前仅配有1152枚核弹头,尚不足满配的三分之一。 而且还应当考虑到,二亥二级核潜艇并不是随时处于战备值班状态,一般有5至7艘在海上,即便是考虑最大数量,也仅仅有576枚。 但是别小看这个数字,因为这些在值班潜艇上的核弹头,已经超过了俄罗斯之外的任何一个核武国家所拥有战略和武器的总和。 从上面的这些数字可以看出,美国海军二亥二级潜艇的海基核威者能力随时都处于严重过剩的状态。 此外还应当考虑到一个因素,那就是作为三位一体核力量的最强大分支,海基威者能力有着天然的优势。 但到导弹核潜,停隐藏于水下,即便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反潜力量,也没有办法将其全部抓住。 因此,任何针对美国的核挑战都必将招致灾难性的反击。 那要美国的海基威者能力已经如此强大了,民兵EA型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是否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呢? 在美国国内已经有很多这种质疑的声音了,这些声音的论据也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首先,同前射弹道导弹相比,陆基洲际导弹发射仅是死把子,更加容易遭受攻击。 其次,在弹道导弹和潜艇部队之外,在维持一直规模庞大的陆基洲际导弹部队,需要付出数目非常庞大的一笔资金,这是不必要的。 其次,民兵EA型洲际导弹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服役的。 迄今为止年岁已高,已经到了要进行延寿的时间节点。 再次,在总体预算环境紧张的情况下,才撤掉民兵EA型洲际导弹可以将更多的资金拥有常规力量建设。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论据支撑。 但这只是民兵EA型洲际导弹不利的一个方面,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也应当纳入考虑。 首先,如果没有450个民兵EA型洲际导弹发射艇以及45个发射控制中心,那要美国将加大对战略和潜艇部队的依赖。 战略和潜艇虽然捕捉困难,但要对它的保障基地实施和打击则要减单得多。 而且战略和潜艇是一种高技术的武器装备。 长期在外海执行值班任务,需要考虑到维护保养和换料大修等等方面的因素,这种另一个侧面也会导致它的不稳定性。 其次,美国空军拥有400枚处于部署状态且随时可用的民兵EA型洲际导弹。 它们分散在数千平方千米的发射井之中,仅仅依靠一波打击就想全部摧毁这些导弹和发射井,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在发生危机时,这些陆基洲际导弹随时都可以投入使用,而无需做出任何的快速发射决策。 第三,按照血减战略武器条约规定,每枚民兵EA型洲际导弹现在仅配有一枚核弹头。 同可靠近更高的海基和威射能力相比,它属于价值更低的目标。 如果其他国家想攻击民兵EA型洲际导弹的发射井,那要一个发射井至少没有两枚核弹才能奏效。 对方的攻击成本是相当高昂的。 相比之下,一枚核弹就有可能让战略核潜艇搭载的24枚潜射导弹丧失能力。 而且在攻击这些发射井的时候,对手还得考虑到美军拥有更强大的海基和威射能力。 第四,民兵EA型洲际导弹自进入战备值班以来,就以极高的稳定性著称。 这个记录已经保持了40多年的时间,即便是美国考虑替换这些陆基洲际导弹,其雄厚的技术基础也意味着言。 这一款同类型的新导弹并不是难事。 而相比之下,研制新一代战略和潜艇及其搭载的潜射导弹,实现同等威者所需要的资金数目要高得多。 因此,直接取消民兵EA这个陆基洲际导弹的分支,对于美国高层来说将是个很难做出的决定。 除了上面这些理性的因素以外,还应当考虑到美军的军种文化影响。 无论是对于美国海军,还是空军而言,都想极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尽可能的占据战略性的资源。 美国高层希望从中获得一定的平衡,毕竟将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远远没有分散装着纳妖保险。 作者庶名云上的空母,本栏目所有文章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翻本网著名版权所有的作品版权均属于新浪网,翻庶名作者的版权则属原作者或出版人所有未经本网或作者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其他方式使用上述作品。 新浪军事最多军民首选的军事门户。